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依据中央气象局预报 台风三驮额未来移动路径将会影响台湾 县长徐正伟也请花莲的乡亲和游客们 要关注台风的动态 及早采取各项防范的措施 注意自身的安全 也请民众在台风来袭期间 注意安全之外 也不要到户外来进行活动 山区或是水域的地区更不要洁净 现在学员表示山陀的台风会登陆台湾 但至今开始 未来可能连续三天都会受到间歇性好带的影响 不就使动物地区更加盛聚 像山区区或者是我想 我们也会请湘工所开设 我们的这个避难处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一些预防性的来做 那请他一定务必在这还有时间的部分 赶快做好盘谈准备 那另外就是现在今天早上的部分 北区的铁公路已经都停止了 也停止了 所以如果还有留住在花莲的观光客 也请如果还可以 还时间可以 当然我们欢迎大家多留在花莲几天 我们也会请这个观光饭内民族多费一些食材 多费一些食材 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不断地宣导呼吁做好防台的准备 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各营建单位都请他们来做好防台准备 针对灾害侵势系统区域 现在许政委也请民众能够做好防台准备 防范支撑安全以及中央气象署预报资料 台风山陀尔暴风圈持续扩大 目前中心在尔软比南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 其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南方近海 台湾速度放慢 影响台湾的时间延长 也请民众避免从事河狱 海边观浪以及活动 也不要前往山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